反财会今天庆祝成立50周年 早上举行了隆重的庆典 邀请了首相纳吉出席 还为反财会的新总部主持开幕 那纳吉在致辞的时候就宣布了 政府将会拨款500万令吉 进入反财会的关怀基金里 来照顾还有保障反财会官员的福利 他说这500万令吉的拨款 不只体现他本人 还有政府在精神上支持反财会的工作 更是体恤反财会官员日以继夜 在打击贪污的辛苦 所以政府拿出500万来 给这些官员们提振士气 纳吉说贪污是国家跟社会未来的威胁 所以他说当权者一定要严守原则 跟职责要拒绝贪污 但是打贪不能只是嘴巴上说说而已 纳吉就举了个例子 他认为这是一个典范 没有黑箱作业的政府工程的一个典范 就说明政府是可以如何做到不贪污 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他说就是吉隆坡捷运 他认为这是连结的楷模 从竞标到建成整个过程 他说都是零贪污的 这是纳吉的说法了 不说说回来呢 位于不成的反贪会新总部今天开幕了 这一座呢 号称是全球最大的反贪中心 你看这建筑呢 是宏伟壮观 设计呢 也相当新颖 看起来呢 应该也是花了不少钱来盖的 那听到首相纳吉给自己的下属 大派500万令吉的红包时 反贪会主席祖基菲里 在致死当中呢 也向政府连声道谢 还趁机呢 在纳吉的面前展示一下 他打贪的奥运成绩了 祖基菲里说呢 他去年8月上任 一年下来了 反贪会呢 已经充公了 3亿3000多万令吉的资产和现金 这个数字呢 比起前年充公的5500万令吉呢 是多了6倍 同时在开档调查 逮捕跟提供上庭的案件呢 都有增加 用商业术语来形容 就是祖基菲里 他打贪的KPI 已经算是超标了